大家好,主内平安 欢迎大家来到第七天的恩典每日成修 相信一些弟兄姐妹你会在家里养宠物 那我的房间也有一只不请自来的宠物 那就是一只壁虎 我很少看到它 但是每一天都会听到它的叫声 前两天它的叫声突然间消失了 我以为它离家出走了 结果昨天晚上它的声音又回来了 我就知道它还在房间里 我现在特别羡慕它 因为它可以随时随意进出 又不需要戴口罩 我也觉得神的创造非常奇妙 不单单是创造了一个外在 连声音都是独特的 那你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是神创造了它们 是神让它们存活 有没有想过神很爱这些动物 并且更加非常非常的爱我们 让我们一起看一段经文 是在创世纪第七章 七到九节和第二十三节 经文这样说 挪亚就同她的妻和儿子而父 都进入方舟 躲避洪水 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 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 都是一对一对的 有公有母 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 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 二十三节 凡地上各类的活物 连人带牲畜 昆虫 以及空中的飞鸟 都从地上除灭了 只留下挪亚和那些 与他同在方舟里的 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看到神不只是要拯救挪亚和其他活物 让他们存活 更是要让他们可以继续繁衍后代 神爱他所造的 拯救他所爱的 今天神也是同样爱我们 让我们可以一同蒙神的救赎与恩典 神也不只是要拯救我们这一代 更是要我们可以一代一代的传承繁衍下去 今天我们遗传了我们父母的基因和特征 然后我们把这些基因和特征 再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那我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也要把我们在神里面的信仰 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就像我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 我还没有这样认识我们的天父 然后当患难 当不如意的事情 当一切的 我觉得挑战和挣扎临到的时候 我就会问天父 为什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身体不是保守人的神吗 你不是帮助我的天父吗 为什么我感觉不到 但是当我越来越亲近我们的天父 越来越明白他的心意之后 我的想法也会被他改变 所以现在当遇到患难的时候 我会想到的是 天父还好有你在 让我在挣扎的里面 在患难的里面 有你让我可以去信靠 可以去信赖 可以去得安慰 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去质问他 弟兄姐妹 当我们这一些看起来 在属灵成长里是小的改变 和小的经历 但是在神的里面 确实是一个真实 是宝贵的成长与经历 那愿我们把这一些 在神里面的成长和改变 我们对神的爱 我们所成长出来的信心 也能够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不单单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传承给我们的孩子 和给我们其他的家人 在我们工作生活当中 也可以活出来 也可以让更多人 经历他的奇妙同在 经历他的美好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的保守 感谢你的眷顾 主要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 继续的不断信靠你 不断的被你来淘照与改变 好让我们的生命 可以把我们的信仰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活出来 让更多的人看到你的美好 主要也教导我们 让我们把我们的信仰 在我们的家庭里活出来 以至于我们可以 把我们的信仰 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让每一代的人 都见证你的信实 你奇妙美好的作为 主让我们每一天 都在你的经历和同在当中 一起见证 你奇妙美好的作为 我们感谢你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Amen 神赐福于你 也希望你可以下载 我们的灵修文档 继续用4F的方式 来领受他的话语 愿我们一同在 神的话语当中 得造就得建立 耶稣爱你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